出選名單分析 原來有八達通真的可以入閘 大家好 上集報告了給大家聽 會計師公會選舉候選人的名單 今集讓我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名單 好 候選人有15位 競逐7個議席 選情激烈 讓我按個頭給大家看一下 先講哪一邊好呢 就由建制陣營講起先 今年建制陣營有8位候選人 是啊 你沒聽錯 是8位候選人 其中有3位選執業 有5位選非執業 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稍後再跟大家作詳細分析 至於中立陣營 當然有真、會計妹、潘文思儀 她當然是選執業 民主陣營方面 派了6位候選人 全部都是選非執業 除了兩位心臉孔 蔡啟升 和張偉倫愛 更有大家熟悉的 馮檸業 李淑儀 梁文俊 李健行 4位卸任理事 一共6位非執業候選人 競逐最多6個非執業的議席 中立陣營唯一候選人 是五大出來自己開Firm的 真、會計妹、潘文思儀 競逐最少一個執業議席 至於最神奇的建制陣營 一共有8位候選人 根據全民建制支持名單有7位 究竟這份名單上沒有了哪位呢? 她就是八達通的財務總監 參選非執業的張文琦 難道她出來借民主陣營票? 民主陣營齊七七六位非執業 難道會有傻珠珠的頭七位非執業變廢票? 那她怎樣可以入閘呢? 難道有八達通就可以入閘? 加上全民建制支持的名單 7位候選人 他們參選執業的有賴雲峰 來自EY KPMG的梁思傑 自己開Firm的吳錦華 以及參選非執業的前兒禍高層湯智超 來自飲食界的謝海發發仔 港燈財務總監黃建文 最後是ADF的阮兆豐 可謂粒粒巨星 咦?但好像小個人 為何今年不見了左太呢? 會不會是因為她沒有八達通 所以進不到閘呢? 講開不見了 最不見了 最令我跌眼鏡的是盧卓幫無參選 不止是這樣 整個改革陣營都沒有參選 形成今屆只有三個陣營 競逐今屆的理事會選舉 而其中執業理事戰場 是由中間陣營對建制陣營 非執業理事戰場 是民主陣營對建制陣營 即是中間陣營和民主陣營 沒有直接衝突 大家共同對建制陣營 所以今屆和上一屆一樣 再次形成建制陣營對非建制陣營的對壢 選情又會是怎樣發展呢? 大家拭目以待 留意著我的頻道 我會繼續和大家跟進一下 拜拜